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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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的说法当然是现在之后的情况 案情和当时大家都经浪到不得了 很多人都有 有很多人向医管局求助 有数十人 精神上 因为这件事受到影响 向医管局求助都有很多单 这是今天医管局说的事情 即是发生了不幸事故之后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即是今天局方的精神健康专算 累计已接获45宗个案 需要由专业医护人员提供情绪支援及协助 我说一些李家超有个说法 警方加强巡邏 再检视精神科病人服务 这不是拆过轻兵吗 我甚至怀疑李家超对于现在的精神科病人服务 他了解了多少 他真是盲目 最多是劳宵某跟他说 劳宵某都可能学习狗狗 我现在告诉你 是吧 警方就要加强市区巡邏 看看会不会更多这些精神病人出来随机杀人 是否这意思 譬如说这一位病人 这个兇手 他是病人 他定期去覆诊的 有承约的 这个中间会有什么问题 发生 有没有人知道 是吧 我自己在立法会这么多年 我是很清楚这些所谓 这些医疗的问题 包括对老人家的长期照顾 和这些医疗的问题 是吧 你知道吗 香港你要看专科 你要排几个月 你知道吗 香港很多人有忧不症 有躁症 如果你是公立业院去看专科 看精神科专科 是严重缺乏 有什么意义 请问 你叫人不要发那段片 又或者当个别事件 这个解决不了问题 什么执法人员 因为是他们说的 我们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 包括执法人员 加强市区巡邏 这个医卫局和医管局 就检视优化精神科治疗 医管医卫局 就尽快召开精神健康 咨询委员会 然后社会福利署 要通过24间精神健康 社区中心 加强支援服务 这些全是废话 是吧 喂 问题存在了很久 主要就是资源不足 医护人员不足 还有精神科 它不只是给你吃药 还有心理治疗 这些要说 真的要一匹布那么长 现在是财国兴兵 好 我们说回47人 我们连续审了这么多日 有几个重点 我觉得非常荒谬 荒谬的地方是什么 在29日 在29日 有几个重点 我虽然说一下 29日審到 我们现在有的资料 29日都说了很多 然后31日 31日是第60日 然后6月1日是第61日 6月2日 周五 看先 周五好像有的 周五 到今天就这样 这几天 我们用快一点的速度 我讲几个东西 因为我看完之后 我在标题里面 我就是这样说的 47人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 越审越荒谬 由共谋者原则 就是说到一生凡事要小心 你看到这些法庭里面 就是 控辨双方 那个陈词和法官说话 你会发现这些法庭里面 你会发现这些法庭里面 现在控方证人作工的过程已经过了 现在正下来就是 你控辨双方 就是 好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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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大家便论 OK 我们从这个29日去看 而 就是 29日 就是第59日 提到一个 就是所谓无差别 否决预算案 是一直共同的目的 这个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国安法都说没有追溯的 你是2020年7月1号之后 你那个言行被视为触犯国安法 就要是2020年7月1号之后 现在控方那个所谓举证 他是提到要考虑到国安法之前的言行 还要提到一个叫公职行为失当 公职行为失当 或是在普通法底下的公职行为失当 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跟这个国安法的串谋煽动 国家政权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因为当时控辩双方 就这个所谓共谋者原则的法律出现争议 于是控方第一次在法庭对港 被告等人在国安法生效之前 已经涉嫌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而共谋者当时的言行就可以作为起诉国被告 干犯本案的控罪 这个真是多离谱啊 大家听不听明白我说什么 现在是拗到 其实法官已经说了 你现在有这两个恐慌证人都够了的了 他们那时在七月一日之后 他们七月十几日搞初选的嘛 他已经付出实际行动 初选的纲领就是 你又说到否决财政预算案嘛 否决财政预算案 就是等于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了 你确定了这个 那你去举证就举后面的那些就可以了 你到尾你当然不够了 现在他从共谋者的原则 说什么为了共谋者的原则呢 就一定要考虑在七月一日之前 2020年七月一日之前 他们说过的事情 做过的事情 还要说一个叫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那么法官都忍不住 当然这三个法官都是按剧本来做 那么大 他们整食整水都要扮演 他都要说的嘛 就是说 你审了五十日之后 你才第一次跟我说 在国安法生效之前 他们涉嫌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然后这些共谋者当时的原刑 就可以作为起诉他们 今时今日所犯的 这个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那么法官说 你审了五十日才说的 这个是 那么又说 如果根据控方的那个说法 那么我们一生都要行事好小心 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 那么这个法官都相当幽默 那么我法官又说 他说就算你不引用这个原则 正是凭这个欧乐圈的证供 就已经足以显示串谋的范围和程度 那么 是吧 就是 就是法官都顶不住 有法官可能想快点收工 你讲这么多人有公职人员 那你就给辩方那些律师 就大多机会一路轟 那大家就在那拖拖鞋 可能不止審九十日 你想想现在是不是笑话 这个荒谬都不得了 当然笑中有类 喂 这十几个不认罪的被告 真是大领诺 包括这二十几人 就是要还颁监房的三十人 喂 那请问还颁到什么时候呢 省省省两年多了 两年了 两年有得了 再審下来 在里面已经八百创三年监 那就是说你要定他罪之后 你判他 最少判他五六了 知道吗 半个五六那些 已经差不多走得了 这十六个不认罪的 当然有些是有得担保的了 譬如你毛哥 林卓廷 这些是没得担保的 是不是 一大堆这些 加上三十人没得担保的 天天在这些磨 你现在无端端叫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你这样都说得出 法官都忍不住 只是欧乐轩 这些这样的控方证人 那个证供 他意思就是够了 都足以定他们罪了 你还在说没有老年那么久的事 之前的言行 那法官就说 是要视乎村贸罪行 是不是持续了你了 你真是 你看到这些 所以我很多谢法庭线的朋友 把这些建案据细无谓 在法庭里面 做一个纪录 我们起码看到这些 这些事 就是将来这些 也给一些研究这一件案的人 他起码有些记录 包括我觉得 那些辩方的律师 其实他们应该有了这些资料 有了这些文件 将来建案结束之后 这些是历史来的 极之荒谬 你想到第二天 国际法庭 审你们这帮契弟的时候 这些全部都是证据 那就时间啦 没办法 就是 公职人员行为实当 这个是很离谱的 因为法官李运腾 控方是否說國安法生效之前35家的發起人 像戴耀廷、歐樂園當時已經犯罪了 戴耀廷更加是 攬炒十步谷已經是犯罪了 你現在拿著攬炒十步谷來告他 攬炒十步谷就是2020年7月1日之前 還有戴耀廷不是公職人員 那是公職人員來的 歐樂園都不是公職人員 那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 戴耀廷你說他是公職人員 就是說他在港大教書 後來才被人解除 他被人解除之前 他在港大教書期間 他都有說這個35家 寫了很多文章 是否這個意思呢 另外一位法官就說 控方這種做法 是對辯方造成不公的 其實他們是擔心 你怎麼會有牌信呢 當然是 因為現在有了這些爭議之後 那一定是大家在這裡搶 辯方一定在這裡跟你搶 那你搶下來 那就要拖很久了 是吧 因為整件事很簡單 如果你用這個 之前的言行 可以作為本案 今時今日的 檢控這些人的 證據的話 那你早響啊 是吧 你會令到辯方的盤問 多了很多事情去做 那跟著這件事 我不是又派拖嗎 是吧 即是即時見到的 即是我剛才不是想 冤枉法官 那些法官是糟了 就快點搞定了 其實法官裡面 那些法官已經有了定案 大佬 那些十六個會否定他罪 其他那些認罪 那些十六個而已 那些三個法官已經很清楚了 會定他們罪 現在是一個過程 那你不要拖那麼久 那不是誣蔑他的 那實情就是你會影響辯方的盤問 那時間就會拖得很長 是吧 大家一直在爭論 這些都要爭論的 那你恐慌就說 你無差別地否決預算案 用來作為一個大的殺傷力的 憲制武器 逼政府回應訴求 那這個就已經是abuse的了 那法官接納你就可以了 那你不用說以前老年那麼久的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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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